后面,底下有千分位符号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所以小数点第二位特别主要,这个地方的话,一定要 小数点,一样就把这个范围选起来,我放在区二,Ctrl向下 希望把这个加总结果常用里面有个千分位符号 千分位符号的话,这边我们要加千分位符号 OK 加完之后的话,它自动会到小数点的第二位,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可能自己再增加或减少 OK,所以就做出我们要的这个,所谓的千分位样式,跟小数点第二位 其实这个千分位的样式还蛮重要的,因为如果数字很多的话 如果没有那个Ctrl,没有那个千分位样式的话 其实看资料,看这个数字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像是一看就知道是几万 然后如果再比较大一点的话 就会相对的 比较好,像这个就是 338,000 相对的,如果有千分位符号的话 比较好,像这个如果多一点的话就100万 100 所以其实有千分位符号,其实在阅读数字方面 其实相对的比较容易 一眼就可以看出结果 再来的话计算什么,Local Amount 这个稍微比较复杂一点 这个所谓Local Amount指的是当地的 这个当地指的就是说 你现在如果是在澳洲 澳洲的话 应该利用澳洲的货币 比如澳洲的货币 特别是这个价钱 看起来应该是以美金计价 美金计价 所以美金对澳币的利率刚好是1比0.98 98527 所以如果你假设以当地澳币来计算的话 这个金额应该是多少 一时类推 如果是 南韩的话 韩国的话 这个地方当然就是要 把它乘以多少 再乘以这么多 1142.3 所以你会发现 到韩国都被亿万富翁了 随便拿出来就是 几十万几百万 这个地方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需要什么 需要根据这个区域 去把汇率先查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其实是有一个 我刚刚定义名称发现多一个 其实是这个范围他已经帮我们定义好了 这个范围叫什么名称 叫Rance 就是汇率的意思 所以等一下有时候查询的话 其实直接 不用切过来 直接按F3 跟他讲说 在这边帮我查 怎么查 首先第一个 插入函数 如果你要查资料 你第一个想到 一定要用 简式与参照 里面最后一个 简式与参照 的最后一个 叫Vero函数 这个函数 非常 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如果你将来 工作上 几乎每天一天都用到 只要是跟查资料有关的 都会用到这个函数 那使用方法按确定 他会问你四个问题 这个好像我们之前也用过这个函数 第一个问题是说 请问一下你要查什么 我要查这个 就是 Rigio 这个澳洲的缩写 Table Array 意思是说 你要去哪个对照表查 按F3 请你帮我去Rance 这个对照表里面查 这个Rance 我把它点第三个 再点回去 你看他会切过来 也就是说以后 他如果查的话一定会查这个范围的第1栏 所以这个东西是 查 查完之后他问你 第三个问题是 请问一下查到了这个东西 请问一下你要第几栏 因为只有2栏 他意思说帮我把第2栏的资料帮我带过来 所以你就输入2 如果找不到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就输入0 OK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输入2 把这个数字2 第2栏 要不要找不到要不要找其他的 不要不要就0 OK 按确定 你会发现查完之后的话 他如果出现了没有的话 那表示什么 查没有资料 这就是错误讯息 N的话是Nut A的话是Available 一说找不到 为什么找不到 看一下 ASU AUS 原因是什么 我打错了 OK 怎么办 没关系 请你 我刚可能看错 我取代 没有人提醒我 所以怎么办 没关系 取代的话 再把它 把ASU 改回什么 AUS 全部取代 取代完之后 你会发现 刚刚的Nutra 就找到了 所以有的时候 错 你要知道为什么错 找到原因就OK了 那再来的话 可是问题 我现在并不是说 Local Amount 而是说我今天需要把这个汇率查到之后 然后再跟什么 跟他这个Sales Amount相乘 所以题目应该有提示 他说 找到之后 然后再乘以Sales Amount 转换成当地货币 所以 找到之后 所以记得 可以在后面乘上什么 乘上这个栏 这个栏位 这个资料 但不是叫你点下去 点下去 打勾 当然结果会出现 可是他要我们用名称 这个名称叫Sales Amount 所以记得按F3 把它改成叫Sales Amount 按确定 打个勾 结果应该是一样 向下填满 就算完了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如果以美金记下的话 是这样的金额 澳币的话 是这样的金额 如果你用韩币的话 它是 美金大概是 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五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用韩币计算的话 就突然爆增 变成一千七百多万 每次去韩国都觉得 那个货币 真的 太大了 而且 去韩国 你要换 换钱的时候 怎么要换瑞士 后来发现 他们商店街附近都有换 换韩币的 而且每一家的汇率都不一样 你这一家跟隔壁一家的汇率就差很多了 而且一差可能又差好几千块 所以有时候 后来我们就找到 比较里面 民众里面有一家大使馆 汇率是相对比较好的 走一走 相差的话 可以差好几顿磅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汇率就算完了 我们就完成了 第 第一的部分 再来待会的话 我们再把E跟F完成 这一题就完工了 画面在房子各位试一下 那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